得獎的是 比細膩 剪輯轉場順暢有味道 將文學和音樂的元素 結合得無懈可擊 企劃完整 完成度高 這個獎等很久了 所以我太緊張 所以居然跌倒 我要感謝評審的肯定 也感謝教育電台 高順分台 張明洋台長 以及其餘 還有我們的團隊的努力 我們還有一個partner 人在上海 彥博 我們得獎了 因為人很多 所以還要趕快別人講 大家好 我是台灣歷史博物館 吳如安阿元 今天很感謝麒麟的剩下 才有發展台來領這個獎 也感謝特別感謝我們的館長 還有我們的中館 這個董事 長久以來的支持 在台灣歷史博物館 我們這幾年 做一些關於歷史錄音 一些研究 還有試驗性的演出的工作 都在台灣一生一百年的網站 希望大家去聽聽看 好 感謝大家 感謝 感謝文化部 謝謝 國立台灣文學館 台灣No.1 謝謝教育電台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齊鴻老師 把大家的專長和強項集結起來 然後讓我們有機會上台領這個獎 那也感謝在廣播路上有很多的前輩 願意提息新人 那另外也感謝很多聽眾朋友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覺得2020年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年 那當然我覺得他也教會了我們什麼是珍惜 所以我相信廣播是最好的陪伴 那我們也會繼續努力做更好的節目 給每一位喜愛廣播的人 謝謝 我們一起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 我都嫁淑婆 我就只有這一次 當然要感謝很多人 在這裡我感謝我所有愛的人 以及愛愛的人 以及非常感謝我的老伯老母 以及我女朋友最愛 感謝 就算他們沒有講很久 而且就...